大家好,这里是安波华语足球快讯2023年9月11日 周一凌晨,欧洲国家杯外围赛激战术场 其中深处B组的爱尔兰主场迎战荷兰 上半场,维基尔云迪克手球送12码 阿当伊达主罚破门为爱尔兰取得领先 单速度费斯创造12码,高迪加普主罚扳平比分 下半场,法兰基迪庄策动进攻 单速度费斯助攻荷特遇赫斯破门反超比分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荷兰2比1逆转爱尔兰 开拨仅4分钟,爱尔兰右侧脚球开到禁区 球打在维基尔云迪克手臂上,球正判罚12码 阿当伊达主罚12码骗国门将稳稳命中 爱尔兰1比0荷兰 18分钟,单速度费斯单刀突入禁区被放倒 荷兰获得12码 高迪加普主罚12码一蹴而就 爱尔兰1比1荷兰 36分钟,荷兰右侧脚球开到禁区后点 单速度费斯投堆攻门稍稍偏出 45分钟,荷兰右路进攻 沙维西蒙斯禁区线上外脚被远射 球稍稍高出衡量 上半场结束 双方暂时战成1比1 一边再战 荷兰换人调整 荷特玉赫斯 泰珍尼雷恩达斯后备登场 50分钟 单速度费斯传球 爱尔兰后卫做出关键解围 56分钟 荷兰反超比分 单速度费斯助攻 荷特玉赫斯强点破门 荷兰2比1爱尔兰 90分钟 费力跟无人压迫的情况下 用拳将球击出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荷兰2比1逆转爱尔兰 感谢您的收听